就目前国内外现状而言 人类下楼梯的主流方式有两种 分别是走楼梯和坐电梯 但是两种方式并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 因此本文在原模型上进行了修改 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 就是先走一层楼梯 再坐一层电梯 然后再走一层楼梯 再坐一层电梯 根据实际情况 无限迭代 当然了这种模型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既可以节省人体自身的能量 也可以减少电梯的损耗 这两种优化叠加在一起 就会形成一个很不错的结果 同时这个模型的实验数据收集 也相对简单 对照走的情况也比较明显 我认为 这种方法是本文中的一大亮点 民火的下楼梯这个领域的空白 为人类的树形选择提供了更好的方法 相信人类更有一天 能以此模型为原模型 进行宇宙漫渡 从而征服宇宙 创造人类新的历史 谢谢老师